沿街农历新年玉礼正公所年货大街和华联县文化局共同举办了 龙行吉祥庆丰年书画名家现场辉豪正春莲的活动 邀请到在地方上的书法名家现场辉豪 也提供版画模型让民众现场DIY版画春莲和民众一起来除旧不新 农历年节喜气洋洋 正公所已经连续数年办理新春辉豪正春年的活动 今年再一次搭配年货大街 邀请到曾心得蔡国昌张秀琴现场辉豪 每一位老师都是长期创作书画艺术的在地名家 都有数十年的功力 更曾获得国内大小奖项各有不同的书法风格 表现笔法兼具各书法体的美感 可以带动我们这个一个文化的提升 这个春节的民俗文化 所以写春莲是一个非常值得追广的一个活动 也谢谢我们现场无意的正公所 这十几年来都有这个持续的推动 我们书法协会也都全部的前前的参与 本身对书法也很有兴趣的代理舰长詹秀琴表示 书法艺术深具文化气息 而春联辉豪更是既艺术与日常生活 民众一同除旧不新 增添年节喜气 民众一边观赏一边学习书法的技巧 同时传达民间的书法艺术教育 在采买年货的同时 也能够挑选喜爱的春联 一同除旧不新 喜迎龙年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